当然今天除了超人要为你献唱之外呢 我们还有几个小朋友要为你送上小礼物 来 让我们有请出曹梦博 邓家同 匡同飞 我看看是什么礼物呀 哈喽哈喽 好 送给我们周深哥哥 这个是什么呀 里面 这里头有漫画 还有超义 哦 是秉南特色的小吃 是吗 元宵园 元宵园 对 谢谢谢谢 这个也是吗 春卷 春卷 谢谢 谢谢 还有孟博 还有吗 哇 这里面是什么 土笋洞 土笋洞可以多吃 你有吃过土笋洞吗周深 没有哎 没有 这个里面这个东西是高蛋白啊 它这个呢是一种蔬菜 土笋洞 他骗我对不对 真的 里面是一种蔬菜 很好吃 然后你吃完之后 让粉丝来给你揭晓答案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美食节目 我们今天在的是泉州 没错 我刚才结束了一个活动 他们说给了我一个叫什么 奶茶洞 不是 哈哈哈哈 叫叫叫 土笋洞 然后就是看起来 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 有点像冬虫下草那种的植物 就长得有点像 虫 对 长得像虫 那后面就是因为跟生米们见完面之后 他们说这个其实就是虫 哇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决定就是来都来了 可能以后也没有机会再吃到这个东西了 哈哈哈哈 不吃一下对得起它吗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决定吃一下这个 我先说像闻 闻起来像什么 我打不开 哈哈哈哈 看了看了看了看 给你们看看 呦 哈哈哈哈 形容一下这个味道 就是 它有股腥味 就是 就是 好新啊 哈哈哈哈 本期美食节目到此结束 哈哈 但是作为一个贵阳人 是会放弃的 广州人都爱吃福建人 哈哈哈 贵阳人也可以试一下 我们这个叫什么 哎呦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土笋 好 我要开吃了 首先我承认我熟 我不敢第一个先吃葱 我先吃一下它旁边的这个东西 我希望它能够跟果冻一样 什么好咸呢 旁边这个冻还是可以接受的 它有点像 就是 家里的那个猪脚 有的时候会炖很多猪脚 但是猪脚的汤 它如果放冰箱冷了之后 它会变成冻 就会也会变成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有点像 接下来挑战的时候到了 这个土笋 他们说这是真的虫 已经是这个好黑 我要跳个白的 看着我瑟瑟发抖的小小猪 和我瑟瑟发抖的小嘴嘴 以及我瑟瑟发抖的小小小 小小小 我要吃它了 这个土笋的妈妈会原谅我的吗 应该 我真的 我真的 为什么要录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这样对自己 它是不是可以吃吗 全州的朋友们 它好恶心啊 超新的 是男人就吃下这根土笋 我是男人 我是男人 谁让我是男人呢 我是男人的 哈哈哈哈 它那个触感就是很软 很恶心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话不多说 为了你们 我干了 just you know why why 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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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by and by 他 他 对 其他人 Sometimes we'll sigh Sometimes we'll cry And we'll know why Just you and I No true love why Throughout ??? 好心啊 它的触感是 有點像 很筋道的豆腐皮 可是真的好心 怎樣的味道我知道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要吃它 我刚才咬的时候 他喷出来的是他的把 我希望知道的朋友告诉我 这是不是他的把 就这个黑黑的 一长串那个 对 好了 这个就是竹笋痛 我希望全球的朋友们不要骂我 因为我真的吃不下去 但是我还是吃了一根 如果你好奇 你也可以去买一个尝尝 好新啊